超级英雄本 小本森一直想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于是有一天,在他们从市场回家的路上,他问他的父亲 爸爸,为什么我叫本森? 儿子,你看,我的名字叫本,你是我的儿子,所以你叫本森 本森知道原因之后并不是很激动,但随后他的眼睛看到了一些东西 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套超级英雄的服装 本森非常喜欢超级英雄,在内心深处他很想成为一个超级英雄 爸爸,我想要那个,求你了,求你了 好吧 当本森回到家,他直接跑回自己的房间兴奋地想试试这套衣服 令他惊讶的是,这件衣服非常合适 哇 什么,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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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了? 本森,超级战役现在听你指定 什么?你是谁? 我就是你穿的这套衣服,我会适应穿我的人的身体,然后我会给他们超人的能力 这肯定是做梦,这不可能 这是真的,本森 嗯,好吧,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可以飞到空中穿越城市的街道? 是的,还有很多别的事,我执行命令,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做到的 你只需要说超级战役,然后说出你的命令 好吧 嗯,超级战役,飞下来吧 激活飞行模式 哇哦,我的天,神,这太神奇了 本森在空中滑翔,像漫画书中的超级英雄一样俯瞰着他的城市 突然 你已经被警察剥回了,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出来投降 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发生了抢劫,抢劫犯把人质扣押在一家银行里 那我该怎么办? 记住本森,我给了你超能力,但你内心深处的人才能掌握它 好吧,出发 现在还轮不到你来命令我们,快满足我们的要求 否则这里的人就别想活着出去 你想的美 这家伙是谁 本森,就像所有的超级英雄一样 与劫匪搏斗,把他们都打倒在地,昏迷不醒 他救了我们 他是英雄 交给你了,先生 你,你是谁? 本森,叫我本 哇,超级本 很快,超级本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全城 他会救人于危难之中,帮助警方追捕头号通缉犯,打击罪犯 超级本又一次破坏了一起巨大的抢劫阴谋,拯救了这座城市 在学校,本森看到他的朋友和其他学生对超级本充满了敬畏 他心里会掏着乐 我真希望超级本是我的朋友 是的,我也是 但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一个坏人找到了这套服装的位置 这就是拉兹古尔,一个邪恶的人 他一直在寻找超级战衣,直到他确定了他的位置 终于找到了,我一生都在等待着这一颗 哦,他就是超级战衣的拥有者 现在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拉兹古尔想出了一个计划 第二天,他搬到了本森家的附近 慢慢地他和他的家人成了朋友 很快,他也和本森走得很近 哇哦,拉兹古尔叔叔,您也喜欢漫画书 喜欢?哦,不,我爱漫画书 哈哈哈哈 我对最后的结局很失望 为什么火人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海洋 因为这样做是对的吗 哈哈哈哈 几天过去了,拉兹古尔现在知道他已经赢得了本森的信任 是时候了 现在听我说,仔细听好 第二天,当拉兹古尔和本森在公园里散步时 停下 把钱包交出来,否则我们就给你还有这个小男孩一点颜色看看 哈哈哈哈 快跑 你,你是超级本 本森笑了,他知道他可以信任他 哇哦,我能看看你的战衣吗 是的,拉兹古尔先生 哇哦,感觉一定很棒 你知道我一直想成为超级英雄 哪怕只有一分钟 我只是想知道成为漫画书里的人是什么感觉 我知道,拉兹古尔先生 我过去也有同样的感觉 是的,但我想,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说着,拉兹古尔低下头开始走路 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本森心里有些不忍 为他感到难过 拉兹古尔先生 给你,去做一回超级英雄吧 我就在这里等你 但是,但是这件衣服不适合我 谁穿上它都会合适的 你这个傻孩子 我知道关于这套服装的一切 拉兹古尔邪恶的眼睛闪着光 他立刻穿上了这套衣服 开始在空中漂浮起来 拉兹古尔 拉兹古尔,超级战衣现在听你命令 啊,你真是个笨蛋 什么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战衣 我是个坏蛋,现在是超级大坏蛋了 我寻找了好几年 终于让我找到了 不 你这个普通人 取过你普通的生活吧 我饶你一命 毕竟是你给了我这身衣服 你,你想要干什么 哦,没什么 我只是想要住在整个世界 超级战衣飞 哦,不 我都做了些什么 本森对他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 但是已经太晚了 回到城里 拉兹古尔开始四处作恶 别闹了 否则我们就开枪了 好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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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要向我屈服 我 拉兹古尔 就是主打城市的新的统治者 没有市场 没有政府 我就是你们的主宰 哈哈哈哈 你永远不会赢的 超级本会来救我们的 超级本 超级本 哈哈哈哈 超级本已经不存在了 看 我自己的服装 穿着战衣的才是超级英雄 拉兹古尔 谁愿以勇敢的挺身而出 从这个疯狂的人手中拯救世界 与此同时 悲伤和沮丧的本森坐在他的窗口 责怪自己是如此的幼稚 是 记住本森 我给了你能力 但你内心的那个人才能够掌握他 是的 就是这样 突然 本森看到街上又发生了一场骚乱 就是他 他已经回来了 我看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我的同志 你让我别无选择了 所以超级本现在开始用棍子和石头了 那是超级本 有本事来抓我呀 啊 我很乐意 耶 狂怒的拉兹古尔追赶着本森 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里 你躲到哪里去了 你这只老鼠 我在这里 我要 是露音 哦 对不起 我在这儿 你死定了 别玩游戏了 如果我找到你 你死定了 除非你重启超级战衣 否则你就找不到我 超级战衣重启 重启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 什么 不不不 停下 超级战衣停止 正在重新启动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 你要完蛋了 拉兹古尔 我要 把手举起来 超级战衣 发射激光束 重启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 不许动 好吧 放松 放松点 我正在做呢 警察抓住了拉兹古尔脱掉了他的战衣 这时一群人已经聚集在仓库里了 这应该是属于你的 他不应该属于任何人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可能带来的危险 于是 本森做了一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他放火烧了这套服装 不 拉兹古尔被抓了起来 人们为本森欢呼 超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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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森没有穿战衣就成为了超级英雄 这证明了做英雄并不一定必须有超人的能力 你所做的就是充分利用你的人性 世界就会把你当成超级英雄 我们都有超能力 只是我们要掌握好他 好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